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从这张图片你能发现什么 石块 蜥蜴 这张图片如果是在地球上拍摄的 也许大家都不会太纠结 但实际上 这是美国航空局披露的 基于号火星车 在火星拍摄到的图片之一 难道火星车很早就发现火星生命了 其实 人类一直无法进行确切说明 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 探索未知永远是最让人着迷的行动 就像人类一直在寻找 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 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了找到答案 人类开始对附近的星体进行探索 如金星 火星 月球等 最后 人类把目光放在了离地球第四近的火星 本文将从人类对火星的探索历程 火星 蜥蜴的真相 人类对火星为何情有独钟 以及关于外星生命的新发现几个部分 来探讨一下神奇的外星生命 对火星的研究 其实是从上世纪美苏军备竞赛真正开始的 两国各自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想要再比对方更快地从火星上发现什么 科学探索中总是伴随着阻碍 在经历了几次探测器发射失败之后 1964年11月28日 水手4号成为美国第一个成功飞跃火星的太空船 并回转了共21张火星表面的照片 当时他传回的第一张 关于火星表面布满陨石坑的照片 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7年后火星2、3号成功登陆火星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批在火星表面着陆的探测器 但由于遭遇火星沙暴 都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1988年前苏联发射福波斯探测器1号和2号 福波斯1号在飞王火星途中失踪 一年后 福波斯2号也失去了联系 在福波斯2号最后发回地球的图像中 人们发现一个巨大的圆柱形 类似太空船的图像 这让许多人又对外星生命充满了遐想 他们纷纷猜测 是不是外星人在故意阻止地球探索太空 失踪的探测器是不是他们对地球的警告 不确定的信息 当然赢不了人类想要弄清楚真相的决心 于是对火星的研究依然在进行 20世纪70年代美国启动维京计划 成功将海盗1号送到火星表面 这样一个无法移动的登陆器 却向地球回传了数万张照片 其中第一张彩色照片 就纠正了人们认为 火星天空是暗蓝色的观点 因为从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出 火星天空是粉红色的 除此之外 维京计划的两台烛鹿器 还在火星上进行了三项生物学实验 并且在火星土壤中 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化学活性 但并没有找到火星土壤中存在 哪怕微生物的确切证据 后来科学家们又研发出了 可以自由移动的火星车 如旅居者号 永期号 机遇号等 它们为地球传送回了 更多更全面的照片 火星探测车从研发开始 就肩负两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勘探火星的环境构成 第二个就是研究火星上 是否存在生命 开头那张类似蜥蜴的照片 就是出自机遇号火星探测器之手 它于2003年发射 2004年成功着陆火星 原定使用期限为三个月 却一直坚持了14年 后来因为风暴的原因 与地球失去联系 圆满终止了它的任务 面对照片中的蜥蜴疑问 科学家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这只是一块与蜥蜴形状 相似的石头而已 之所以这么说 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虽然地球上已知的蜥蜴 多达3000多种 各自的生存条件也各不相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所有的蜥蜴 都是变温动物 所生活的地方 温差不能太大 否则蜥极易死亡或生病 据海盗1号和2号 传回的数据显示 火星上夏季和冬季 重夜温差均为51摄氏度左右 这样的条件下 蜥蜴存活的可能性实在太低 第二 火星上的空气 有95%的二氧化碳 虽有少量氧气 但几乎不可能满足生命体的需要 第三 低大气压 火星上的超低气压 相当于人类处于海底900米一样 即使有生命体 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存活 但几乎没有一种生物能够繁殖 第四 沙尘暴 火星拥有太阳系中最大的沙尘暴 黑暗几乎会覆盖整个火星表面 按理来说 除了遁地 应该没有生物能够性免于难 所以 科学家们才得出结论 这块蜥蜴 实际上只是一块石头 类似这样的事件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在其他的火星照片中 还发现过类似人脸的石头 最后也被证明 是经过太阳照射 形成的阴影 其实 最初科学家们研究的星体 并不是火星 而是离地球最近的基星 但随着研究的进行 科学家发现 金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占97%以上 同时还有一层 厚达20到30公里的 由浓硫酸组成的浓云 不仅如此 金星表面温度 更是高达485摄氏度 大气压也约为地球的90倍 这种种条件都在表达 金星上不可能存在任何生命 人们又将目光转移到了火星 火星与地球拥有许多相似之处 按概率来算 应该更有可能出现生命 它有着和地球相同的地效成分 地效 地脉和地核 并且都是由铁和硅酸岩组成 其次 火星也有自转和绕太阳公转 只不过公转速度 是地球的二分之一 所以 其实 火星上的一年 拥有两个春夏秋冬 四季更替 且四季之间的不同 非常分明 还有火星的大气层 虽然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 这与地球上 主要成分为氧气不同 但它也还有少量的氮气 氧气等 另外 火星还有磁场和两极 这些条件都使得人类 对它的好感提高 且对它可能存在生命 有很强的期待 即使一直没有在火星上 发现生命存在的确切证据 但人类求知的脚步 总是步履不直 2011年11月 美国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 并于2012成功登陆月球表面 开始了它的探测任务 以前 科学家只是发现 火星的地壳跟地球一样 主要由颜色较深的玄武岩构成 但是好奇号火星探测器 却在更深层的岩石下发现了 与25亿年前 地球上的岩石成分 积极相似的岩石 并且 它还在一块 拥有几十亿年历史的沉积岩中 发现了有机分子 这都有可能 帮助人类找到曾经火星上 存在过生命的证据 最让科学家相信火星上有生命的一点是 火星的大气中有甲烷 并且甲烷含量存在季节性波动 在地球上 甲烷是由生物体产生的 且无法长时间在空气中存留 那么既然火星大气中 有随季节波动的甲烷 那么是不是也证明 它一定存在生命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科学家们又研究和发射了新的火星探测器 这次 美国肩负重任的是 伊犁号 伊犁号预计会在火星待上两年 收集超过40份火星岩石和土壤标本 并将其大部分带回地球研究 虽然美国对探测器与火星的研究 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但世界其他各国也一直在努力跟进 比如中国 2021年 我国驻荣号成功登陆火星表面 打破了美国的唯一省望 相信在新一批火星探测器的带领下 人类对火星的了解 会更加深入和全面 也许火星确实存在过生命 或者现在火星的更深处 也依然存在某种生命形式 毕竟 地球跟火星存在很多的不同 不能用对地球生命存活的要求 来分析和判断火星生命 也许火星上的条件 已经孵化出了适合于它的生命体 不管是火星还是其他星体 人类如果真的寻找到了其他的生命体 甚至文明 这将对整个人类世界和长期的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